欢迎来到月亮说,你觉得星汉灿烂和苍蓝爵是爆款剧吗? 其实并不算很爆哦,对于剧集的评分标准来说,豆瓣平台算是所有评分平台中,可以说是优先参考的选剧平台了,而评分人数的数量,是判断一部剧热度高低的依据,讨论度越高,越广,越火爆的剧集,参与评分的人数会越多,人数多了,评分的公正性也就越高。 今年暑期播出的星汉灿烂和苍蓝爵,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爆款剧,虽然的豆瓣平分人数都突破50万大关,但并没有进入前十名哦。 本期就来看看豆瓣平台上十部平分人数最多的剧,陈情令破百万人平分,山河令却是垫底,狼牙榜倒数,竞于年尽前三,一起来看看原油吧。 豆瓣上平分人数最多的剧,第十名,龚俊、周野、张哲瀚主演的山河令。 评分人数共约57万人。 香姐姐 阿香 阿香 我叫顾香 你好啊 别忘了自己事实了 别忘了自己自杀 心自杀 言文殊途 只要你不遮起你这张巨头 就误不了你 你去哪儿 我跟着你一起去 这部山河令拥有57万人的评分 而且分数很高 基本上古装剧要破八分这个标准就特别的难 但是呢,山河令豆瓣上8.6分哦 这部剧改编自Priest热门小说天涯客 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和人气 其中一部分原因 也是获得了原著粉的高度肯定 这就很难得 其实呢 当初山河令这部剧原本是2021年 众多单改剧中 是最不被看好的一部 主要原因是 那时候的两位男主名气相对较低 拍摄质感也不是很好 没想到播出后的山河令如此之香 没多久就登上微博热搜了 龚俊和张哲瀚都非常贴脸 演技也不让人出戏 剧情节奏好 还适度保留小说的男男恋 真的超好磕啊 遗憾的是 接下来即将播出的单改剧号一行 被巨大魔改了 大家还会期待吗 总之小编还是依旧期待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九名 孙丽 陈建兵主演的甄嬛传 评分人数共约六十万人 我明白 咱们这些人哪有为自己活着的 这些年多少故人都去了 当真是物是人非 女人老了一群 又进来一群新的 妻子在夫君面前畅所欲言 谈史论证 有何不可 知道你在说什么 放肆 已经多久没有像甄嬛传这部剧那样 引燃全民追剧的境界 当时甄嬛传热播时 几乎身边的人都在谈论 尽管的这部剧已经有11年了 每到过年 还是经常能从电视台中看到 网友也真的是看不腻 甄嬛传再小的细节都能被拿出来当迷音 而且过了这么多年在看 大家还是能发现新的东西 你说这部剧有这么神奇吗 其实呢这部甄嬛传最初并不被看好 尤其是选角一出炉 小说里的盛世美男主角竟然是陈建斌 这几乎都快被网友骂惨了 不过这么多年 网友也认可了导演的决定 原著小说只是古代言情而已 但甄嬛传利益却被拔高 一众鲜活的角色看尽人性和爱恨称痴 甄嬛传讲的是一个个被锁在紫禁城 女人们的人生 像不像是被工作锁住 职场中勾心斗角的我们呀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八名 胡歌 刘涛 吴磊主演的狼牙榜 评分人数共约72万人 狼牙榜的评分高达9.4分 这部胡歌主演的剧 绝对是近年最经典的全谋剧 至今 在很多小伙伴们的心目中 狼牙榜永远是第一名 剧情高能又精彩 每一个计策环环相扣 总能出乎意料 连平时不太追剧的男性观众 很多都入了狼牙榜的坑呢 其实小说狼牙榜本来就已经很神了 没想到剧版也改编得这么好 事实上剧版是删减不少情节和角色 但也算不上是魔改 演员们都把角色塑造得完美 情节紧凑 环环相扣 就连无人注意的小细节都没有忽略 每一幕都献上百分百的用心 把江湖侠义 庙堂斗争 赤子之心 以及当气回肠的情义表现的淋漓尽致 大家也在留言区评价下 这部剧哦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七名 刘亦菲 陈晓竹演的孟华录 评分人数 共约77万人 江南第一名首 宋娘子 你们到底要干嘛 客栈的人都那么爱吃三娘姐的点心果子 可他做的菜比果子还好吃 我赵盼儿也是鼎鼎大名的卖茶文君 这间赵氏茶坊 乃前堂第一 当时这部《孟华录》一播出 陈晓和刘亦菲的组合 完全是古偶界中的一股清流呀 孟华录自开播就备受瞩目 再加上不错的剧情 也没有俗套的撒糖手段 而是把男女主角的 暧昧推拉拍得很好 尤其刘亦菲和陈晓炸裂 满屏的CP火花 两位主角真的很会演 光是对视 都满满高福特电流 孟华录开播时 豆瓣评分一度冲到8.8 不过后面剧情挨轰有点烂尾 因此随着追剧人数越来越多 孟华录评分也略降到8.0分 不过这分数放在古偶界里 已经算很高的了 而且77万的评分人数 也代表孟华录的受众非常广 在很多女孩的心中 看完这部《孟华录》后 其他古偶剧就不想再看了 你是这样的吗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六名 要凡白雨主演的沉默的真相 评分人数共约78万人 悬疑神剧《沉默的真相》还记得吗 在很多人心目中这部剧是悬疑天花版 评分人数也是逼近80万人 这部改编自紫金城的小说《长夜难明》 也就是《隐秘的角落》的原著作者 这部剧同样是报好评的悬疑剧 所以该剧在上当前就备受期待 结果这部没让大家失望 还超出预期的精彩 《沉默的真相》 剧情以一个现在的案件 串联起另一个含冤的陈年旧案 三条故事线交错推进 层层递进 抽丝剥茧 一追就会让人陷进了故事里 追这部剧会让人心里很难受 感觉好人不偿命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是一部看完会在心里停留很久的好剧 还记得你当时的观后感是什么样的吗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五名 白静廷 赵金麦主演的开端 评分人数共约79万人 你 给我下车 什么人就在这一车人呢 这部开端也是引起了全民追剧 像开端这样的剧情故事 其实并不好拍 剧情结合时间无限循环和推理探案 如果逻辑不够缜密 很容易就变成漏洞百出的烂剧 而开端最厉害的不只是剧情铺成缜密 它更呈现了人生百态 每个角色都有血有肉 同时又能保留悬疑感 剧本真的很强 虽然也有观众质疑剧情有bug 大结局也引发烂尾争议 很多谜底并没有揭开 不过呢 真的很难得有一部悬疑剧 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热度 遗憾的是开端之后的悬疑循环剧 没有一部是能够超越它的 因此那小编很期待开端的第二部 以那个外卖员为主线的剧情 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四名 肖战 吴轩仪主演的斗罗大陆 评分人数共约83万人 我叫唐三 是文村来的 超火爆的同名小说 以及动漫版的斗罗大陆 万万没想到剧版也能如此火爆 竟有83.3万的评分人数哦 这是一部大男主玄幻小说 改编的古装剧 与爱情故事为主的古偶 现偶相比 这类题材相对比较难出圈 也很容易拍不好 所以播出前许多网友都蛮担心的 没想到却意外好看 最重要的是 肖战的角色塑造很有魅力 演技也在线 连原著粉都给了好评 斗罗大陆主要讲述了 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唐三 凭着自己的恒心和实力 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史兰克学院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路携手打怪并揭开 绅士之谜的热血故事 这部剧整体节奏快 剧情有亮点 而且编剧就是 庆余年 大宋少年制的王隽 这位王隽的作品 几乎都是高品质的剧集哦 结局也留下悬念 期待第二季的小伙伴 其实可以看看动漫版或者小说了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三名 张若云 李沁主演的庆余年 评分人数共约96万人 被视为纪狼牙榜之后 最精彩的古装全眸剧 非得是这部庆余年呀 当然庆余年也不完全是全眸剧 还融合了一些幽默 搞笑 神秘 甚至是穿越部分 导致剧集不会沉闷 不时会有笑点 而且每个演员台词功力都很强 不止主角出彩 每个配角都为剧集大大加分 庆余年 主要讲述了 有着神秘绅士的少年范贤 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 历经家族 江湖 庙堂的种种考验 追寻母亲死亡真相 以及母亲的来历 与隐藏的惊人秘密 庆余年第二部 之前已经官宣员班人马回归 最新消息是预计今年年底将开拍 这也是让很多剧迷都等不及了呀 一起期待第二部的播出吧 小编会第一时间放出定档时间哦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二名 秦浩 王景春主演的隐秘的角落 评分人数共约103万人 这部隐秘的角落 超过了百万人的评分人数 评分还高达了8.8分 这可是当年的年度神剧啊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讨论程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也掀起一波悬疑热 网友们还做出了很多梗来互动 这部隐秘的角落改编字 紫金晨的推理小说坏小孩 主要讲述了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 在景区游玩时 无意拍摄记录了一次谋杀 他们的冒险也由此展开 这扑朔迷离的案情 将几个家庭裹挟其中 惊悚度百分百 《隐秘的角落》这部剧 不管是在剧情的铺成 演员演技 镜头设计上都很强 因为故事太过暗黑 所以呢导演埋了很多暗线 播出时引发了网友都在猜真相 剧情也是细思极恐 遗憾的是 后续少有悬疑剧 能达到这部剧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成就 步步新悬疑大剧 都以这部剧的成就为标杆了 你喜欢看这样的悬疑剧吗 豆瓣上评分人数最多的剧 第一名 肖战 王一博主演的陈情令 评分人数高达约166万人 第一名就是这部单改剧陈情令了 豆瓣最多人评分 足足有166万人哦 比第二名隐秘的角落 多了不是一星半点哦 完全是断层第一名呀 陈情令当时真的是现象级的火爆 而且不止在中国红 连亚洲各国都深陷这部剧的魅力当中 并且能让肖战和王一博稳坐流量男星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 陈情令的常委效应极强 重刷率也很高 重刷过的流言区集合哦 这部剧直到现在 网播量依然在稳定增长 而且也因为陈情令的爆红 引领了中国单改剧热潮 像是山河令 浩一行就是在这播单改热潮后拍摄的剧集 不过如今中国禁止单改剧 坑了不知道多少资本方呢 能播的都是被大魔改 陈情令作为单改领头羊 已经无法被超越了 十年后 二十年后依旧是单改第一 好了 小伙伴们 以上十部剧真的很难被再次超越 如果有剧能刷新这个榜单 你认为会是哪集不带播新剧呢 欢迎留言区讨论哦